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月很高兴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也借此在这里向您求婚 我想真心的跟您说一声谢谢 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支持和鼓励包容我 所以说在这里我想说一声 月儿 嫁给我吧 我爱你 再往前来一点 你别动 你别动 让他往前往前往前 对 我爱你 王月儿 你答应吗 我答应 为什么哭了呢 因为我觉得我俩经历过很多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一个求婚 但是今天在这种场上给我 我特别启动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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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会 我想这也是我们舞台上 最暖心 最温情的一幕 是 谢谢 特别浪漫 谢谢二位 我们先请黄岳 到我们的台下休息一下 四强 你刚才在 讲到你们两个人 关系的时候说 你演出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 从小就是学二人传 二人传演员 你现在工作稳定吗 原先挺稳定的 后期因为得了一种胃病 胃药吃了多少 也是疼 所以说 不愿意走剧场了 但是 我不想放弃演员 这个梦 我喜欢舞台 所以说 找一个适合我 自己演员 能本身的 这种喜欢的 爱好的 坚持进来 你这个工作 你们两个人 在刚认识的时候 岳父岳母知道吗 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他也 不敢跟家里说 完了 我也有点 不想说得那么早 因为 父母说 感觉 天天在外面 演出 漂流 感觉两个人 相处 不是那么稳定 生活不稳定 对 是不是也担心 经济收入不太稳定 对 那现在岳父岳母知道吗 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 现在什么态度呢 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 也没有想的那么可怕 其实我想他了 他们以为就是 你对我姑娘好 能给我姑娘一个稳稳的一个家庭 就OK了 王岳 爸妈对自强 印象怎么样 我爸妈对他的印象 一直都挺好的 因为就是他对我父母做的 就是比我对我父母做的还要好 就我家的时候也特别勤快 帮着干活什么的 就会表现 对 就是特别会表现 用实际行动打动了你的 对 那来问问自强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二人传的 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因为我上学吧 老逃学 你爸妈不管你吗 因为我父母是离异的 在你多大的时候离异的 可以说是从小吧 当时我在我姥姥家 我每天按照上学的时间 往学校的路上赶 但是呢 离学校很近的地方嘛 就是有一个破旧的那种房子吧 搬起来没人住了 我就在那一待就待一天 干嘛呢 就是不想上学 只要是不让我上学 那个时候就是 算哪都能待一天 后来怎么发现了呢 后期 这老师嘛 就往家里打电话 给姥姥打电话 说你家孩子 八辣月没来上学来的 他说咋没上学呢 他说天天我都给祈祷给做饭呢 他说哪来呀 后期一调查 妈上那房子去堵我去了 抓着我之后 也没揍我 就联系我父母 给我送到我的妈身边 送到妈妈身边的时候 就我们住那个住的小房子 很近的地方嘛 就是总有听 就是天天有唱的 有说有笑的 有的时候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这是干啥呢 他说 那个是个异校 我说妈你给我送去 我想学乐异 我想自己挣点钱 养我自己 养我家里头 然后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缘由 走上这条路 对 学了多久 学了一年嘛 这么短 因为那个时候 挺着急挣钱的 而且那个时候 也是有个机会 不对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尤其是你学这个艺术行当 你基本功不扎实 你不踏踏实实学好 你这后边怎么赚钱啊 所以说就在这方面 也吃了亏了 吃什么亏了 就是像您说的 学艺不扎实 感觉自己可以了 其实一到台上呢 就容量观众 下去吧 免你 或者给我这种打击 也挺大的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登台的 06年左右吧 那个时候有个机会 就是文艺下乡嘛 其实在乡下的时候吧 因为都是一些村民嘛 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小 就感觉我挺可爱的 那个时候 无论就是上台 说啥呀 唱啥呀 就是哪怕就是忘词了 村民嘛 对 包容 对孩子是一种看待和包容之心 是那样的 等之后走进剧场 一上舞台的时候 还可以 不到五分钟的时候 观众就已经不耐烦了 就黏我了 主要就是演搞笑嘛 都不笑一点 没有这个本领 就是无论讲什么笑话 他们也是不乐 后来怎么样 后来慢慢积累的舞台经验多了 就是会跟观众互动啊 这方面就是更加成熟了 你最高的时候月收入多少钱 一万左右吧 持续了多久这样的收入 持续了也就三年左右吧 你在二人传里边是什么行当 基本上就是小区小调 或者是我们就是唱一些摇滚的歌曲串烧之类的 然后在歌曲当中啊 有的时候可以去展现一些绝活 来一小段呗 可以 展示一下呗 行行 一首用《家在东北》这首歌曲改编成的《暗人传》 送给所有各位嘉宾 谢谢 我的家在东北 松花江桑 那里是长白三外 松白苍茫 看那青山绿水旁 门前两颗大白羊 庄稼里的农家院啊 都有咱爹娘啊 哎哎哎哎哎哎 老弟我从小学会了爱人转啊 跟随那小戏班四处去闯荡啊 吃过苦遭过罪 闯过省城河河香 那月里回到家 大雪飞扬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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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弟我从小 嗓门就亮啊 就像那个十八雕 在我心里装啊 唱一段考山雕 我向朋友们来参拜 唱一段月牙舞歌 更加优美情更长啊 唱一段红柳子 诉说人间悲欢事 唱一段小白年儿 喜喜洋洋啊 哎哎哎哎哎哎啊 好谢谢 谢谢我们的翟自强 唱得还真不错 真好听 我看你今天来找是想做直播的主播岗位 对 还有吗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就是只要是能保留我做演员这种身份的就是我特别舍不得舞台 舍不得舞台 对 希望薪酬有要求吗 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月能给我五千左右就可以了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最好是离家近一些吧 长春了 或者是北京上海也可以考虑 嗯 你来找这个直播主播的岗位 你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吗 也做过做过一两次 但是也发生过很多挫折 就想去逗他搞笑他们 但是他们看身长 我估计他也不喜欢笑我 他主要他喜欢就是看一些美女了 后来就没干成等于 对就没干成 那你今天来找这活 你得有点能力啊 你得有点优势啊 对吧 其实我还可以就是 因为当主播都得说会很多才艺嘛 其实我做一下气氛 还有发两万跟斗也是可以的 哦 有些自己的绝活 对啊 我想问一下那个自强 你有没有做过那个带货呢 那没有 但是我挺想尝试的 好的 我很欣赏你啊 我会一直给你留灯的 谢谢 来 请我们的各位企业家 根据刚刚翟自强的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只有 肖音给你留灯了 给你介绍一下 肖音是黑龙江人 你看关键时刻还得看东北老乡 他的老乡 哎 好 虽然就一盏灯 但我们依然要昂首进入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虽然就剩下一盏灯 但你要是真能把自己的绝活施展开 你们就是有可能的 抓住难得的机会啊 我希望用节目来争取 让我尊敬的肖老师不会后悔 很期待很期待 好 来 我们把舞台交给翟自强 一首我多想抱着你哭 送给你们 来朋友 拍手来 一二三四 抱着你哭 紧紧地把你抱住 只要你能够幸福 我愿意付出全部 我多想抱着你哭 紧紧地把你抱住 只要你能够幸福 我愿意为你默默祝福 来拍手拍手拍手来 擦干你的泪水 不要为我伤悲 未来的日子里 我不会 不会再往下推 注意哦 红红饭送给你们啊 我此时此刻 后后翻翻完之后 这个造型的时候 好朋友 掌声 呐喊声 送给我注意 来 一二三 走啦 谢谢 棒棒的 我最近在想 翻跟头是不是跟体重有关系 像我这种蹲位的 我肯定翻不了了 你可以的 我翻不了 我翻完了以后 我可能脖子就这样 跟身高也有关系 大老师 我这身高肯定翻不了 我估计要翻的话 脖子就得进地里去 那你这意思 于林那身高就能翻呗 对对 他挺适合 我刚想说 特别适合 我也觉得是 他挺适合 表演一下 我回头下来 才翻十个给你看 我觉得更重要是胆量 刚才王院说 他最高的时候 三米高的高空下 往下翻 对 这一般人没着胆量 你刚才是翻了一个跟头 我见过有的演员 他的绝活是连续翻跟头 你能连续翻吗 我可以就是 跑着跑着 一个红红红翻翻过去 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 那就看掌声如何 来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翟自强 给我们再来展示一下 翻跟头的绝活 注意安全 好嘞 这样 我喊一 你们喊二 我喊三 你们喊翻 给我点力量 好 我特别想为我们王月 跟你对话一下 因为我在私下 跟王月交流的时候 他说 他对你没有任何所求 只有爱 然后他的父母没有期待 只希望你给一份稳定的生活 可如果今天您的求职 未来职场还拿这些技能 我觉得还挺担心的 就是因为翻跟头不能当饭吃 是不是可以把岗位 比如说用好您的口才 往销售上转一转 就不要只是拼这种体力 和小聪明的事 要不然他的下半生 你看光有爱滋养不够长久 其实我说我当演员这种梦想 就是抛不开也打不断 但是如果说在生活当中 考虑家庭的情况下 我可以把这些放在后边 我可以做一些能挣钱 养活父母 养活孩子 妻儿老小的 演员呢 我可以当个副业 这个我们人力资源的老师 这个嘱托 也是我要说的 就是你放心 来我们这儿 咱们靠智商吃饭 咱们肯定不靠身体 好嘞 好吧 谢谢老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如果再给你选择一次的机会 你还会躲到那个小房子里 不去上学吗 不会了 因为我想用知识改变境遇 等我有孩子的时候 我就是希望我的孩子 无论学习好坏 把学业先完成了 其实 自强今天来到这儿 展现了他的记忆 但也难掩 他的一种失落 我不认为你是失败者 你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愿意为了兑现你对王岳 和他的家庭的承诺 挑战自己 迈出转型的一步 我祝福你 也希望 接下来你和萧音 能够对接成功 好吧 来 我们来看看翟自强的职场 情商如何 你是新员工 发现老员工们 没人主动和你交流 那你怎么快速融入新团队呢 我会首先 跟大家介绍我自己 我希望 大家能对我一种帮助和支持 我会虚心地向他们去讨教和请教 我觉得对于自强来讲 他今天能讲出来 能融入大家 主动交流 就已经说明你 做好了心态上的准备 所以说这个答案 我个人觉得你答得不错 当然了 加入未来的企业之后 请你兑现刚才讲的 就是 后悔没学习 那么进职场又是一个重新的社会大学 你要在那好好学习 不能再躲到小屋里逃避了 对 好 第二环节的最后 咱们来看看这盏灯的主人 萧音 做何选择 耶 这盏灯留下了啊 一起进入到 谈前不上感情 萧音 自强你好啊 我们是国内 新锐的一个美容仪的品牌 我想提供一个岗位给你 就是新媒体的主播 加一部分的运营 工作地点呢 你来选择 有两个 一个是杭州 就是一个电波 底薪 5K 然后加上一部分 这个电波的收入提成 因为我们总部在深圳 然后如果你在深圳的话 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大的 学习的空间 跟那个舞台给你 那么我在深圳提供给你的是 7000加3000的 绩效的这么一个收入 我觉得足够满足你 现阶段在深圳的个人 或者说初步组建家庭的 这么一个开支了 谢谢 希望你能加入 谢谢 你可以问他一个 你最关心的问题 谢老师 如果说我重新踏入一个 工作岗位的情况下 我是一个白纸 最关心的就是 你能给我 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主播 就是说 能对得起你这个价位的 我感觉 就算可以了 好 那个 小伙子想挺远 对对对 挺好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第一 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知 说我是一张白纸 其实我喜欢的就是这一点 你是一个非常有才艺的 一张白纸 然后第二点 就是你说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 那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就是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 他们会给你打造一个 非常适合你的一个发展的平台 你在这里边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充分展示你的这个才能 和你做演员的这个天赋 好 谢谢 该问的也问了 两个地点 两份工作 两个不同的薪资 需要跟王月商量一下吗 商量一下也行 来 有请王月 商量一下 两人合计合计 好 翟自强先生 你的选择是 选择萧嫣老师 稍等 再问一下选择哪个岗位呢 挑战一下深圳的吧 好 祝贺宅自强也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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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句啊 王月是做什么的 我目前是做梅家梅姐的 哎呀 巧了吗 萧音这边 米谷智能还真就是 美容仪器设备的这个 那你们俩一起来吧 台下可以再聊王月的事 感谢萧音对于我们求职者 翟自强 全场从头到尾的支持 最后 我想跟王月说一句 可能啊 他过往的技能 单薄了一些 但他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不为了别人 其实就是为了你 给他时间 让他好好学习 不断成长 你也争口气 希望你在萧音那里 能够不断地成长 成为一个 能够为企业创造 巨大价值的优秀主播 好的 谢谢老师 感谢你来到 非你莫属 再见